跨大步衝刺往前 三度飞越 悬空處 偷袋棒球帽身穿寬鬆服裝的男子 在白色裝飾柱之間 迅速跑跳穿行 鏡頭拉遠 跑過地點 腳踩的位置是移動位於 台中烏日區新建大樓的樓頂 那每次人來跳的啦 騎頭走進去的啊 都頭走進去嗎 對啊 我問我那次去的啊 三個啦 三個小年啊 在那裡 他自己攝影啦 三個人自己在攝影啊 工人直指當時他上班 要進入工地時 發現有年輕人在那裡 不知道何時偷跑進去 他們先上到六樓的樓頂 還爬上比人還高的白色裝飾柱 離地至少二十公尺 都要不高 所以要不去男朋友去四人 你看 這麼重 這麼重的 你看就廢話了 自動大樓再過三個月 就要交屋目前正值收尾階段 跑酷影片一曝光 建商看得冷汗直流 真的出的事情 要賣房子以後會變成兇宅 所以我是希望 我們的現在的年輕人 你要發洩詳細 應該是去找一個正常的管罩 該跑步玩家之行為 如未經建商同意 擅自進入無任居住建物裝拍攝 涉嫌違反刑法侵入住居罪 以及社會秩序違法 未經同意入內把建案頂樓當極限運動場 萬一跨出的步伐沒拿捏好 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三天熊秋讓陳一姐台中報導 三天熊秋